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要為大家 測試的是快速升級的方式 使用的 角色是聖教軍 第一章的第二小節 允星的第二小節 難度補充剛開始遊戲 剛才有為大家示範過這個是 秘術師的 因為他沒有 拖曳的技能 而且我那時候等級人第四十幾節而已 這我剛剛是已經有用這個方法練到七十幾了啦 由於現在 裝備直接都是也蠻能過過來的 所以威力比較大所以先拿掉 技能的部分的話我們是 主要是這個戰馬奔騰 這個負敵拖贏的樣子 拖曳敵人 使用的方式跟大家示範一下 前面這邊有一隻妖母 把牠帶過去 直接把牠帶過來 武器裝備這時候就可以裝上去了 因為我現在攻擊力夠啦 現在就一隻了 省了很多時間 有妖母 喔 離開遊戲 變更為普通 普通 連續進度 普通流 普通流 好 這個方式還不錯啦 好 這個方式還不錯啦 然後 我稍微就是 用後面那個 托馬的那個方式 前面也省了一點時間 整體來講 CP戰還算很高的 我答應過 我會保護牠 好 一樣 走到牠的面前 站在幽靈馬車就好了 魯靈的一車 沒有拖成功 沒關係 牠會跟著走進來 這樣就結束了 今天才不錯啦 一萬多啦 我沒有注意看 那以上就是 這個簡單的測試 給大家參考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